有点到你们真的饱到 因为它的肉就是会这样子这么大 这么高 然后菜也是就是这么高一盘 然后就这样直接这样送上来 有 刚刚隔壁有一个很高的菜盘 我看现在这边呢 还是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 没错 因为毕竟你看 三四百块要吃到饱的餐厅 其实不多了 所以你们来就是都 主要是吃肉吧 吃肉啊 吃肉 肉吃到饱啊 然后还有菜啊 而且以前像我们拉队去任何的餐厅 老板其实都很害怕我们去 但只有爱乐群 是唯一帮我们击垮的店家 击垮喔 你说点到你们真的饱到 因为它的肉就是会这样子这么大 这么高 然后菜也是就是这么高一盘 然后就这样直接这样送上来 有 刚刚隔壁有一个很高的菜盘 就是类似这样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要吃什么 它就会叠一大串点 这是一大串点 老板娘出现了 好 吃 老板娘 赶快吃 听到没有 好像顺飞肉 好像顺飞肉 很好吃 哇 吃啊 它是热的 我看现在这边呢 还是非常受学生们的怀疑 没错 因为毕竟你看 三四百块 要吃到饱的餐厅 其实不多了 它自助跑有超多种类 然后有肉片啊 蔬菜 韩式小菜 还有炸物 然后每天都不一样 整个超级丰盛 它的吸力值真的超级高 对 而且我觉得它们很厉害是因为 其实它们的肉上来之前都已经腌过了 有腌过 所以其实你不用特别去加什么蘸酱 好 你特别服务 所以老板娘 来来来 会割 那它们也不会有浪脂 帅哥 是这个 比较焦的 超脆的 太好不好 不是焦好不好 好 脆脆脆 会不会说话 会不会说话 好 因为我这边都没了 我真的 你还会不会说话 你还会不会说话 那两个拿一个比较好的 肯定是那个 好 因为其实在韩国吃的那种海鲜煎饼 确实都是比较偏软的 那个比较脆的应该就是要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好 来 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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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板娘 特别 特别受复你 特别 特别 她的菜色其实很丰富 对啊 很多样 那你们当时怎么发现这天餐呢 我就是跟着来吃就对了 所以那时候食量也很大 我觉得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被养大 所以你在拉拉这段期间之内 你有变胖吗 其实有点胖胖瘦瘦 可是呢我觉得女生这样身材对拉拉队员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男生的底层需要训练 他们就拿我们当重训 但男生扛我们他们就会 男生要扛啊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做技巧是需要先掐着我们的腰 这样上去 然后就会 哎呦 最近吃比较多 好像腰围不一样 第一时间被检测 被检测这样 那你们如果被这样说的话 你们就会想说我来捡个肥好了 不会啊 为什么 我也不要 朋友我记得我以前来这边吃是因为我以前热武舍 也是很常在什么成果发表会之后 之后就是要一个大消耗 要 或是我们很常就是夜恋 然后就是想要赶快来这边吃 很饱很棒 对啊 您总是第一次知道这样餐厅 我第一次知道欸对啊 我觉得你之后还会再来 我觉得你好像很奇怪 我也再来对啊 因为就是 因为我最近也就是开始在健身 所以是多吃这种蛋白 需要肉 对 都是直接肉 还吃了 还吃了啊 很辛苦的 你知道吗 很辛苦的 这个年纪呢 我今天有在认真审视 我要不要害健身的时间 你吗 但是你不是跳舞就够了吗 他每天都要喝一杯奶茶 大家对跳舞都有一个欲解 就是跳舞机会让你的线条变得更好看 不会消耗很多热量 但它要形成肌肉是会有点困难的 所以我的身体是很漂亮 可是没有肌肉 对 漂亮 好棒啊 漂亮漂亮 好漂亮 不太厉害了